究竟狗狗和其他寵物 会不会传染这个新冠状病毒呢? 立刻告诉你 在冠状病毒五万年的历史里 差不多可以感染每一个地球上的物种 在跑马地说 怀疑狗狗有冠状病毒的情况 是不是代表会感染狗呢? 会不会代表狗会感染人呢? 冠状病毒不是一种 它有很多种类的 狗有狗的冠状病毒 猫有猫的冠状病毒 人有人的冠状病毒 它是不是很常会跳过物种的界限 由一座物种感染另一个物种呢? 这件事情当然会发生 否则也没有我们新的沙沙 就是怀疑蝙蝠经穿山甲 有些人说就会传染给人 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常见的现象呢? 以我们以往的经验 去认识这些冠状病毒来说呢? 那你说会不会这么容易 说人也传染给狗呢? 我想这个机会就不是十分之高 有狗再传染给其他人呢? 我想这个机会就更加渺茫 我觉得大家接触完宠物之后呢? 去洗手啊 就先做其他东西呢? 什么时候都是好事来的 因为就算不要计算现在说 你说冠状病毒这些问题 比如狗狗也有机会传染到 比如有些沙门氏菌 给人类的 反而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有伤风感冒呢? 你可能跟那些宠物保持一些距离 就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个原理呢? 就是说大家不知记不记得呢? 就是当年2009年呢 有这个H1N1的流感全球大爆发 那这个H1N1呢? 其实已经变成了风土病了 大家都听过今年美国的流感疫情 比较厉害 其中有一部分呢 就是由H1N1引起的 那如果大家深水清的话 或者有留意一些消息呢? 其实当年H1N1呢 真的会传染一些猫狗 甚至说有些人养一些雕鼠 会传染到一些动物的 也说有些雕鼠呢 就因为感染到人的H1N1而死亡 如果你真的有流感症状的话呢 最好呢 都是少些接触一些宠物就好些 总之都是那句啦 大家呢 就不要那么容易恐慌 就不要那么容易害怕 先说 怕那些宠物会传染这些冠状病毒给你 最怕呢 就因为这些小小消息呢 又出现一堆棄养潮呢 那些动物就很惨了 最近我这几条片 虽然呢 其实这条片都被黄标了 但是都不要紧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 还有呢 就将这些片呢 就share开去 等多些人知道这个疫情的真相 那这件事呢 就是我最想做到的 希望大家支持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